如今 点万点减万水 十减用 甲围楼香烟 点了点位 空三尺 九九一 五一三 空三尺 三三六 空二六 几月一合礼拜了 点油书流离公图来 七载度座三十件 五点点标诺王圣诞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冠冬 八关在岐 点了点位 空四 二三百 九九八尺 几月一合礼拜日 油书流来书选公主日 先行到欧行选一千杯 有逢上帝万修 上午九点 家宜煮米欧 共富在天既好发会 家新春团白 点了点位 家宜江藤 空五 二二五 五八八八 家宜中心 空五 二一六六七空空 康福中心 空五 二三空 八三四百 一会ə四合礼拜日 原夹英佛险赴基斯成功 日自现成能 成行到欧行成十番 送后八点半 赫春基'! Creo 学院 竹俗博 电话后窟啦 möcét 南法联合基盤 共富在天 新春少祭季后大化会 点超满穿 更满水 пред騎 可行 compress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行走金三角 共生关怀之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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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态与实践 蕴含包容大力与慈悲等一切正面能量 而佛陀以一大事因缘视线在娑婆世界 请起慈悲法句传遍全球五大洲 为举世燃起明灯 引导众生心灵之大皈依 慈悲的海陶法师为了感念佛陀创教之慈敏 启发众生之菩提心 并祈愿世界祥和 灾难平息 近期带领来自大陆 香港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 泰国等地一百多位资宿两众 展开太北金三角 共生关怀之旅 清晨的空气中 隐隐地透露出一股淡淡的芳草清香 何许的阳光洒落在勇勇郁郁的树种中 让绿树演绎 清脆如荫的大地 仿佛世外桃源 洋溢一片祥和 宁静之美 行程的第四天 共生之旅 进入了金三角的深山之中 造访被一片浓郁山林所环绕 覆盖的偏远山区存弱 早期的金三角山区 由于著名谋生不异 在生活压力之下 常挺而走险 买卖 吸食鸦片 造成鸦片的充斥 败败 更使得许多家庭饱受毒害之苦 进而造成人口贩卖 犯罪猖獗 幸好早期有坚韧苦行的僧侣 近期则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如意法师 与其他的师兄弟等出家众 在姻缘的巧妙牵引下 深入金三角山区小村落 传播佛陀的教法 并来到此地设立佛寺 举办短期出家 收容小沙迷 一方面弘扬佛陀教法 带来佛陀的法语滋润 另一方面也帮助青来山区的人们 逐渐远离毒品的危害 由于山路狭窄 游览车难行 团员们到了山下 得先分批换乘小货车上山 车子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后 大家终于来到了位于山区的惠萨佛祖寺 并参加共加沙 诗食及发放物资发会 当地数百位的原住民 听闻慈悲的海陶法师 以及来自海外的众多连友将来到此地举办庄严法会 以大早及扶老席幼 从临近的山区赶来参加此一难得的盛会 山上有一座巨大卧府 这尊全身呈现金色 极富泰国佛教色彩的大卧府 为附近山区明显的地标 是数年前在开荒传道的僧众号召下 由乡民们通力合作 居然在一天之内就作造完成 创下了当地的奇迹 长久以来 沃佛的所在地附近 也就成为当地的信仰 以及生活文化活动的重心 今天在沃佛前方的广场 早已摆满了由团员们所热心捐赠的一代代生活物资 慧萨佛祖寺 祝寺法师首先代表献上袈裟部 欢迎尊贵的海淘法师以及重法师及典友们的到来 由海淘法师慈悲接受 随后在几位法师的协助下 为巨型金色卧佛全身包覆上装颜的袈裟 供养佛陀 法会中 海淘法师并为大众慈悲开示 各位在这边生活 可以说就以这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中心 大家围在四周生活 所以你们应该觉得自己也很幸福 如果你出生在美国 出生在其他国家 你可能连看到佛像就看不到 要看到这么多出家人也看不到 所以世间有钱没钱另外一回事 有了佛陀就有佛法 我们就有快乐的机会 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看到很多妈妈生小孩 小孩子一生下来 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照顾 他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生命是个痛苦 会老会病会死 所以再多的金钱 那不过是生活享受 但是能够有佛法 甚至小朋友来出家 来修行佛法 他们就有解脱生死的机会 这才是生命的目的 反而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很幸福 听说还有人说 住在这边多快乐 每天拜佛 可以看到小沙咪可以供养他们 所以随喜各位 羡慕各位住在这个地方这么幸福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 虽然做皇帝很有钱很有权力 还不如一个人能够披袈裟 所以我们刚刚把这个袈裟供养佛陀 希望哪一天我们也可以披个袈裟 来解脱生死的问题 孔雀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他不能飞 还不如一直鸭子自由飞来飞去 所以世间人再有钱 房子再大 车子再大 像孔雀一样 但是还不如自由的小鸟 就像出家人一样可以解脱生死 因为这个世界最宝贵的是佛陀的教法 所以佛经说 你用了一千亿的美金 去世间做善事 不如在佛陀面前供养一颗米 一杯水的功德 因为佛陀是无上福田 所以我们今天在前面为大家供养了这么多宝贵的食物 就是供养佛陀 大家都来积很大的功德 所以最后我还是要赞叹各位的福报 能够每天亲近佛陀 亲近很多出家人 让各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出家人 供养沙米 让他们读很多书 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甚至一辈子出家帮助众生 像我们如意法师一样 愿意来这边来奉献 那如意法师用这个福报来奉献 各位一定是做过他的妈妈亲人 他现在出家了 他能够把佛法也贡献给各位 那更重要的 像我们如意大法师能力很好 他没有在曼谷市区发展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这是一种大慈大悲 然后来用佛法教化 所有的小朋友 所有的整个山区的人 太慈悲了 所以这是大家的福报 那更重要的 我们来自于每个地方海外的人 大家来多顾持 看到我问如意法师 我后面要盖吃饭的地方 要盖出家人住的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出多一点钱 好不好 随后团员们提着 一袋袋的白米 石油等生活物资 发放给当地的原住民 面对远方来客的善行 住民们接受时 纷纷合掌表示感谢 脸上也不禁绽放出 欢喜满足的笑颜 另外 由于当地医疗及生活物资贫乏 常有村落著名过世 而无力安葬 团员们也特别布施 六十具灌木 恭请海陶法师代表 赠予山地村落 由当地的村长代表接受 借着此次参访金三角山中村落 接触当地的原住民 即感受他们简陋的生活环境 更加启发大众 广发菩提心 效发佛陀的慈悲愿力 以佛法帮助更多族群 圆满这次共夹沙 施食祭贫的善悦 近五十分 大众来到位于山腰 关怀由边界警察 所设立的阿许旺小学 下课的铃声一响 学童们拿着餐盘 井然有序地在餐厅门口 排队等候打菜 进入餐厅坐好后 校长恭请海涛法师慈悲 在佛前点灯及点香 学童们以鲜细的小手和掌 气唱响亮的谢饭词后 感谢诸佛菩萨慈悲自与之良 才统一敬餐 让人深深地感受到 即使是在泰国偏远的金三角山区 佛教仍然发挥极大的精神力量 教化这群未来的主人翁 要习福感恩 并影响当地的著名生活 习俗极其深远 阿许旺小学全校 共有164位学生 以及13位老师 而学校的校长 老师多数是由边界警察所兼任 这些穿着威严制服的边界警察 平时还得负起教育这些稚嫩孩童的责任 在刚性的外表下 发挥铁汉柔情的一面 从学童们身上所穿着的不同原住民服装 透露出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民族 校内学童有高达六成 是属于苗族的后裔 另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而其中有许多学童 其实至今都还没有正式的身份 因此得不到政府的补助 学校长期在经费缺乏之下 克兰的硬体设施及教材 让学校在教学上时常左之右出 富之确如 在海淘法师慈悲鼓励下 团员们纷纷慷慨解囊 捐赠每位学童文具用品及散具外 另外还捐助近50万泰铢 作为校舍建设基金 未来将用来增建学校围墙 以及加设30具吊膳 以书解学童长期忍受 剩下酷热之苦 并捐助学生制服 鞋子以及校务发展 这群外来访客的赛举 为孩童们往后安心就学 解决了许多的困境 让师生们打从心底欢喜 纷纷绽放出开心的笑颜 当场以乐器表演 以及清脆的快乐合唱歌声 来表达师生们真实的感谢 明天下午再不停响 亲来红发 今天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在于金山脚这些无腹口的孤儿们 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 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 这些警察无私的奉献者 为他们当妈妈又当老师的教育他们 那么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那么经过这个海涛华师的弘扬 让我们多少尽一份力量 不失的少部分几十万的泰铢 也许他能改善了建的校舍 买到分上就能够正常的在教室里面学习 我也想到了我在七十年代的时候也差不多这样 而我后来得到有读书有好的教育 而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少我不给社会负担 我相信这些孩子再多过十年 他们也是会对社会做着很大的责任及贡献 我已经学了好多东西嘛 就是要舍嘛才会有德 师父也是有这样跟我们讲 学习是看到很多穷苦的人 才知道我们也是很幸福 虽然我们在新加坡 真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穷的国家 就是看了那个孤儿宴的时候 我的眼泪都很要流出来 因为那边的小孩有书不能读 而我们新加坡是有书不要读的意思嘛 所以请大家加油哦 因为在这个边界对岸就是疗果 在这个边界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是跟父母这样子过来的 最痛苦的就是他们没有身份 所以就不能受教育 在这里有一个很慈悲的如意法师 今天我们听了他分享了他的出家姻缘 他马来西亚人 他没有在清迈还是曼谷那边红发 他是深入了这一个山区 然后这个山区所看到的 都是没有受教育的小朋友 所以说来到这边会觉得说 台湾真的太幸福了 来到这边真的是自己觉得福报很大 那这一次来的团友都是很发心 师父只要登高一呼 每个地方所需要的经费 还是建设都可以马上圆满 所以我就呼吁大家说 有钱真的很好 但是这个钱一定要用在 我们自己的福德资粮上 用在我们的世间上物质的享受 只是在损福报 为了以后还说这一师 真的是要行善不失 不能等一定要马上做 午后 大众来到位于另一山区中 给付地方传奇色彩的月球干事 参加诗试法会 当地200多位的著名文序 辅老习幼 排队守候在佛寺楼梯下方 等待参加聚会 如意法师在法会中 讲述月球干事建事缘起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试验 就是我今年三月的时候 刚刚接手过来照顾 然后我们在今年这个试验本身 是有一个广东的华人来到泰国这里 然后他带动本地的村民建起来的 就是在三十多年前 然后他把这个地方建好的时候 过了不起来 他就远距了 就是在只看去的那个照片中 这个长老 然后从此之后 这个试验就一直荒废了 就满满的佛教在这个地方 就没落了 长老自从远距了之后 就一直都有人感觉到 他还是在这里 所以造成村民也不敢到寺院来 因为曾经有就是说 长老远距火化后 他把他的骨灰塔 就安放在山上的上面 就是他的旧的疗房上面 他曾经也建了一个 很好的疗房在上面 可是现在已经荒废了 已经进不去的 因为他这里多数是用木板建的 然后曾经就是说 村民上来说 曾经来偷砍村民 山上的树 那个树倒的时候 把那个住址老住址的 骨灰塔给打砸了 然后那两个村民 在七天里面同一个时间就去世了 就是发什么病功的 因为就从一个时间去世了 然后从此之后 村民不敢再来这个试验 这个试验我们到现在 常常出门都不用锁门 没有东西不见的 因为没有人敢 就是一个阴言 然后我们就过来办 本期修家 然后就一直 现在就是慢慢地在有医学 慢慢地在 就像说也提供一个场所 给撒民住 给撒民学习的地方 为了传播佛陀的慈悲理念 并鼓励村民们多接近佛事 团员们再度热心地 为当地的贫苦的原住民 发放生活物资以及零用金 而为了帮助该寺早日建设完毕 并发展事故 海淘法师在法会中 代表慈悲之业 捐出50万泰铢与该寺 团员们更纷纷响应 慷慨解囊 阴阴环绕下 悠扬的范生回荡四方 大众在海淘法师慈悲引领下 修持甘露诗诗等 庄严的诗诗仪柜 上供诸佛 幻画吐贤云供 下诗幽命众生 普记甘露诗诗 八度恶悔难 黄昏时分 大众再度回到金三角 湄公河畔 共同参与放声法会 两部渔车陆续抵达法会现场后 在延绵不绝的诵经声中 鱼儿顺着水道 依序华夏岛河水中 从过自由的渔知进入河中后 兴奋力不断在水面跳跃 建起阵阵的水花 随后奔向大河的怀抱 现场两地一片欢喜 也圆满这次共生关怀之旅 三场放声与之的死非功德 最让我有很深的印象的是 应该真正的让我认识了真正的佛法 通过这几天的放声布施以及建塔贴金等等的活动 让我很深的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是在于付出 因为我来这边已经大多一年多了 令我最为法喜的是 可以放到这么多雾命跟牛 还有我们的呼声员 成立了将近一年了 还有共生法会 去法喜的就是 可以共用到很多僧人 又可以去到很多学校 穷苦人家又失官 全部的功德全部都是在这里 阿弥陀佛 夕阳下的湄公河在薄墨中散发出无比的魅力 静谧的河水慢慢流淌到天际 为期四天的金三角共生关怀之旅 终于圆满落幕 大家满载慈悲与喜悦的行囊 感恩海涛法师慈悲带领 及救度群里的宏大愿力 唤醒广大众生心中原有的爱与慈悲 来到这个泰国青内 让我们特别感觉到 跟随海涛法师慈悲不利 会让我们的内心 深深的就是把爱心给激发出来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 他们没有办法读书 没有衣服穿 然后没有鞋子 他们没有办法 像我们城市里面的小孩子一样 过上那种想要的那种生活和快乐 因为我们如果不走出来 不跟海涛法师出来走一下 我们真的生活在城市里面 就感觉不到世界各地 每个角落的很多众生 很多小友情都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们 那通过这一次跟海涛法师的慈悲资历 让我感觉到真的要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因为世界需要正能量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一分光 让一份爱 一份热量 正能量传递给世界 让世界更美好 让我们一起跟随海涛法师的脚步 把那个佛法和智慧 深入到每一个众生的心里面 让他们真正离苦得乐 这五天在青来的行程 非常的美好 并且不可思议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经历 跟随海涛法师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历史有两千年的古佛塔 这座古佛塔有些字护法来护持 海涛法师就带我们在这座古塔前面 念诵三皈依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 永不堕恶道 离苦得乐 护愿众生 海涛法师又带我们来到 历史有七百多年的古佛塔前面 为我们在这里开释心经 让我们理解空性的含义 而这几天我们所做的功德 海涛法师带我们去放生牛 让牛回归家园 放生鱼 让鱼自由地回归大海 还带我们去贫困山区 资助当地的人民 去小学 去捐助当地的学生 这些都为我们 都为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借了不可思议的无量的功德 非常感恩这殊胜的五天 感恩海涛法师 也祈愿在佛陀的慈悲加持下 借着这次金三角共僧关怀之旅 一路所成就的殊胜功德 回向正法久住 佛教慈悲 智慧之精神 远远流长地永远传递下去 更愿全球在诸佛菩萨的护皮下 一切众生皆发菩提心 远离灾难 共臣佛道 我是小卢 以前我在外流浪 有一餐没一餐的 时不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被慈悲的大师傅收养 现在住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大家族中 每天都有纯素又营养的狗粮 生活超开心 近期家里来了许多跟我相同赞誉的狗狗 我们很快变成好朋友 但是碗里能分到的食物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让我好担心 哎 肚子好饿哦 咦 有一个洞 我一好奇就